感蜀很容易伴随有丝 好了 所以这里你注意 有两组 第一个是感蜀 第二个是种蜀 感蜀又分两大类 一个是感蜀热 感蜀热我把它省略 因为刚才讲火鞋的时候讲过了 它基本上就是热相 加 好气伤筋的表现 比如说高温日照下觉得 人有发热的感觉 或者不一定体温增高 它怕热 非常怕热 然后蛇红胎黄跟着口肝 小便黄大便肝 跟着神皮发力扫去懒盐 这叫感蜀热 另外一个是感蜀丝 那么这里就在上面加上丝相 在这一组基础上加上丝相 那比如 来一个头身困重 大便烂 礼及厚重 这种就是属丝 头身困重 有时候不见得传声 比如说头目昏昏沉沉 那种感觉 还有面部有一种游厉感 那个也是湿的表现 那这是属丝 中属 高温日照下 哪里就变成是 出阳 昏缺 但你这里要注意 要分开了 昏缺之后 在中医肯定是这样分的 你是闭 还是拖 我感觉中属 好像拖症居多 比如高温日照下 军训有没有中属 中过属的人可能有感觉 高温日照下 可能一开始有点晕 晕得来自己有感觉的 面色改变 然后就开始出冷汗 出冷汗整个就圆倒了 你看你圆倒了 出冷汗 这是拖 闭的那种就是 牙关紧闭 两手紧握 紧乱很紧张的那种 所以渣人中是闭症 不是拖症 搞清楚 那你注意 然后这里 为什么容易咬神呢 突然分缺是心神改变 甚至在前面 感属热感属丝之中 一定有个症状 心烦 这也是咬神 跟热血一样 鼠热同类的 跟心 阳中之太阳 心为阳脏 心为火脏 同气相求 所以它特别敏感 那你注意这种 感属 感属 热感属丝 还有重属不一样 重是直重心神 叫做重 清属的药能讲多少 别说药吧 清属的东西 西瓜 东瓜 哈密瓜 香瓜 还有什么 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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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子不是 荷叶是用在这里好 属丝 莲子不是 莲藕也不是 莲藕活血的 广东不是还有一个凉粉吗 凉粉 瑰磷糕 大概是 清湿热 清毒 拿来清属 好过不吃吧 应该说好过不吃 雪梨不算 但是你吃了也没有坏 雪梨